1.13学策 第科解题 第35题 在这个题目当中 它主要讨论有两种 一个是风力发电 A跟B两个选项 都是讨论风力发电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关键字 风场 这个场域 它的风向风速 另外还讨论了太阳光电 那C跟猪这两个选项 主要是讨论太阳光电 最后一选项 是综合讨论风力跟太阳光电 我们先来看有关风力发电的部分 AB两个选项都讨论到风场 所以我们回想 台湾的气候是季风型气候 在夏季的时候 主要吹的是西南季风 而在冬季的时候 主要吹的是东北季风 A选项 它提到了西南气流 西南气流跟西南季风 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要简单一点的说 断选某些天气系统的作用之下 西南季风的西南风风速 大到某个程度之后 才能够称之为叫西南气流 一般我们最常听到的 是由台风引进西南气流 简单的来说 我们夏季的盛行风是西南季风 但并不等于 整个夏季都有西南气流 台湾的季风 一般来说 东北季风风速是比西南季风来的强的 主要的原因跟信风有关 在我们这个纬度 主要是东北信风 冬季的时候 东北季风 再加上东北信风 两者风向相同 所以我们冬季的风就会比较大 反过来说 夏季的时候 西南季风跟东北信风 因为风向相反 所以我们夏季的西南季风 风就会比较小一点 由此我们就知道A选项 台湾附近的风场 主要是东北季风 因此A是错的 也就是B 同一个区域 随着季节 夏季 冬季 风向风数不同 所以会有季节性的差异 B是对的 再来看C选项 关于太阳光电 台湾未处低纬度 阳光是比较紫色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太阳照射的日照量 是比较充足的 应该是适合发展太阳光电 接下来看猪选项 关于太阳光电 他讨论了 一个是发电过程 一个是生产过程 太阳光电在发电的过程当中 是不会有碳排放的 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但是光电板 不论是在生产 或者是在运输 或者是光电板 最后老化了 必须要报费回收的时候 当然都需要能量的运作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碳排放的问题 猪选项是对的 一选项 一选项的问题在 风力与太阳光电 就算是相互配合 仍然会受不同天气 状况的影响 它们是很难 长时间十分稳定的 提供电力 所以一选项是错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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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才就能量力